民进党2024总统初选在今天登记截止 只有主席赖清德一人完成登记 代表民进党角逐大位几乎是成了定局 而党中央也就战斗的位置 秘书长许立民中午先邀及府院人士 党籍立委跟议员开会讨论如何防范认知作战 要在空战上协力攻防 民进党总统提名初选正式截止 确定由主席赖清德披上战袍 而党中央也展开战斗模式 17号下午邀及立委以及议员来到党中央开会 关系台湾爱台湾的 立委包含吴思尧 林静怡 苏巧贵等 议员则有简书培 赵怡翔等高声量明带齐聚 重点讨论2024大选如何防止认知作战 空战上协力偶元 今天我们是由秘书长来召集这个会议 那不管是不是因应选战 我们作为执政党还是有必要来维持 台湾社会的言论的安定 所以各自有各自需要扮演的角色 一些重要议题不要只是被特定舆论带着走 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些议题应该要来主导或者是讨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起团结把台湾守下来 民进党赖清德定于一尊 但要守住执政假消息不得不防 行政团队府院也都派员来与会 其实是来旁听一下大概我们的委员还有党内的公职 对于一些公众讯息的沟通上有什么想法 还有觉得未来比方说在一些政策上的议题的阐述 那或者是说有一些在合力协作的一些机制上 可能怎么样再加强 相较国民党茶壶风暴还在烧 赖清德的备站走步率先 明枪起跑 在学生刘春慧台湾报道